哈喽 Happy Halloween 哇好像很久没有做这样的开场 突然间有很想念的感觉哦 有没有 大家今天是我们的万圣节 2022年我们的万圣节 我们已经在线下 搬鬼搬马购了是不是 所以今天的我们 2022年的万圣节是 来学提早学 下个月的新品 然后呢也是我们 大家我相信等一下大家会喜欢 然后大家看这个海报也会 有看到了他OK就不卖罐子了 这个呢也是我在Halloween 很爱用来搭配颜色的一组 是什么呢 它是在我们唇上的 但是因为Halloween的元素 我们可以拿来用不同的玩法 等一下可以听我们的老师们的分享 然后有机会再跟你们分享 Halloween怎样变成用这一个 或者善用其他我们原本有的 一些化妆品来变妆 那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我的名字叫 Halloween 刚刚有没有听到很浪漫 很有view 很欧美式的那种音乐 OK那今天呢我们很特别 我们有我们今天有两位 两位分享导师 因为他们他们觉得 哇这个口味真的 你看那个美丽厉害到两个 两个导师都说 我要来分享 因为这个很厉害啊 什么什么 OK 所以我们事不宜之 我就先把我们的第一个 第一个环节交给我们的第一位导师 她就是我们营物上 大家可以看到那个美美 有没有 就是这样拿着那个 不可牌 不是好像不可牌 那你跟Susan在一起呢 你就会感觉到 哇你是很安全的 因为她会帮你想好 所有很细节的东西 然后她也会 Plan好好 Make sure you plan OK 所以我相信 今天的这一个环节呢 一定我们也会 在万圣节 虽然他不会 万圣节不一定是恐怖 OK 但是呢 这个万圣节 今年的万圣节 我们有Susan老师 做我们第一位分享导师 我们就会感觉 满满的爱 OK 那我就把环节 PASS给 我们的Susan老师啦 SusanSusan你好吧 SusanSusan我们爱你 谢谢妹妹老师 Hello 姐妹们 大家晚上好 早上好 今天我是 说是第一次吗 不懂 应该是第一次在线上 这样子和大家分享 然后我会分享 下个月的新品 首先简单的自我一下 就简单的自我介绍一下自己 太紧张了 有点口吃 OK 等我分享 OK 好 这样 下一次我要多多分享 好 我就先 自我介绍 给我是Susan 然后来自马利亚 然后现在是 Senior Beauty Consultant So 为什么我会在Merry King 因为我很喜欢这边的环境 然后我很喜欢这里的文化 最吸引我的就是 这一个黄金法则 所以我很喜欢这边 所以就在这里不小心就带了五年 然后也不小心就变美了 这是很多很多的不小心 好 这样我们就回归正传了 好 今天呢 我会和大家分享 这个下个月的新品 就是我们的 Limited Edition的纯釉 OK 然后 看一下 OK 因为我的英文不是很好 所以我想问一下在场的姐妹 有没有人会读这个字 因为当我一看的时候 我第一个印象就是 叫什么 Vin Lee 我第一个读的叫Vin Lee 后来呢 我去查这点 它不叫Vin Lee 有没有哪个姐妹 好 我们就来玩那个什么 OK 知道的就帮我打上1 1 1 不知道的就打上2 2 2 好不好 我们看一下 有没有人会读这个字0.8 妹妹老师 0.8是什么 好像会 那个前面的音对后面的音不懂 是不是 1 2 1 2 OK 好 它真的读音叫Vin Lee 我去搜索的时候 就哇 Vin Lee 很class的名字听起来 很attest的 Vinyl Shine Liquid Lip Set 哇 很attest 然后后来 哇 Vinyl Vin Lee OK 华语是什么意思 太棒了 Shera老师 我接下来就是要分享这个 我也是去查了到底是什么意思 OK Vinyl的意思呢 它叫 sadece 比如说 我看 A 这个效果就是讲说我们下个月的唇釉呢 我们涂在我们嘴唇上 会有这个vinyl的效果在我们的唇 可是呢 它的主要的材料是什么 它的主要的材料是 这个叫 碧麻油 它是在市场上很常见的 然后这种油呢 它是很可以保持水分的油类 通常油类就是油嘛 都不会保持水分 可是这个油很特别 然后它的功效就是 润滑海变 这个油呢 其实它可以有很多作用 所以大家可以去google一下 我去google一下我就认识了这个油 原来它可以 涂脸啦 头发啦 眼睛都可以用的 所以大家放心 我们下个月的唇釉是可以上脸 眼睛都不是问题 OK 可是这个油呢 它是不可以吃太多 因为它有这个润滑排便的功调 吃太多就烙晒了啦 OK 所以我们这个下个月的新品 有这个必马油的主要成分是这个 OK 所以它有四种颜色 简单介绍一下 妹妹老实讲 我的Halloween妆 用这个很OK 是 然后其实它 通常 唇釉给别人的第一印象是什么 啊 一下子就掉肿了 可是 姐妹们告诉你们 这个唇又很耐 真的很耐 嗯 头口腕帮助排便 哈哈 对 好 我们回来 有四个颜色 OK 最浅最浅的颜色 就是这个 Glowing Neutral OK 然后 其实它单单 我有单单上啦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的照片里 给大家看一下 自恋一下 OK 它的颜色呢 其实如果你是要日常去 就是 走街 这样子 然后 它只是带着 一点点 让你带出一点点的气色 OK 这个是很普遍的 然后 接下来就是 Brillium Brown 这个颜色 我超喜欢 当第一次的时候 我看到这个颜色 它给我的感觉就是 Yeah Brill Brill就是 那种 外国人 外国妹妹用的嘛 我们压走用 Brill 就会感觉到 很像很 很老 很土 这样子的感觉 这是我第一 还没有 撕在嘴巴的时候 它给我的 那个感觉 可是 当我上 我的嘴巴的时候 我这个颜色 对 豆沙色 对啦 妹妹老师 它是豆沙色 然后 很好看的 豆沙色 所以 绝对 不要被 它的包装 给骗掉 它的那个颜色 OK 所以 这个颜色 这个颜色 真的很酷的 然后如果 我还没有 试上眼妆 我觉得 上 整个 makeup 会很美 适合要打 好 好 第三个颜色 哇 这个颜色 我超喜欢 Vivid Berry 这个颜色呢 它会带出 叫什么 不是叫 纯红纸吧 它会带出 我们整个 脸 脸的气色 很美的 这种 自然美的 那种感觉 这个 Vivid Berry 也是蛮美 等一下它有点带 紫色 紫红色 这样子的感觉 对 看起来 容光 幻黄 整个人up 对 整个人up 就算 我这个 照片是 我只会画一个眉 然后 画一点点的眼线 然后我就 直上 这个唇釉 它就可以直接把我的 气色 带出来了 看到 嗯 所以 这个颜色 推电哦 推电哦 姐妹们 好 接下来呢 是 大家觉得 这个红哦 是很红的 可是呢 这个颜色 它 它叫什么 Luminous Red 啊 这个颜色呢 也是 它跟 Vivid Berry 有的 Fly 这个红 有一点点像 Ritz Molder 以Ritz Molder 还有在红点 这个就是 大红 大红色 所以如果你是很喜欢 我自己本身是很喜欢 嗯 中国妆容 所以如果 你也和我一样 喜欢中国妆容 这个 是 这个 它的口红的颜色 就是那种大红色 就是这个 对对对 辣椒红 我一直在想到底是什么红 谢谢妹妹老师 OK 对 就是辣椒红 对 可以做咬唇 OK 所以大家 刚才给大家看的 四种颜色是 单单上的 就是单色啦 OK So 接下来呢 我会示范给大家看 OK 我会用 双色 来示范给大家看 因为呢 因为我觉得 我有配过 这四种颜色啦 我有配过 就是 红色跟 这个有点 我们叫它 紫红色啦 OK 这样子配也很好看 OK 这样子配也很好看 然后呢 这样子配也很好看 总之它 好像任配咧 这样子配也很好看 所以我也 示范了 自己本身有诗啦 对 我很喜欢玩颜色的 所以 我就示范 两个颜色 我自己个人觉得 很好看的 给大家看 我先分享一下 OK 好 那 我个人觉得 很好看的颜色呢 是 撞色 呃 是叫撞色吗 对 穿撞色啦 OK 就是 呃 Brillium Brown 跟我们的 这个辣椒红 Luminous Reak 然后 另外 另外一款撞色的 就是 这两款 OK 好 所以 我就先 试 然后 然后 大家放心 它是很保湿的 我会先用 这个 叫什么 叫什么 Glowing Neutral 先打底 OK OK 所以大家涂唇 唇釉釉的时候呢 记得把嘴巴就是 咿这样子 这样子 我那个 唇釉的颜色才会 呃 有些人 呃 像我啦 自己本身 我就有唇纹 我唇纹 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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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这衣服 在手上 带 茶 吗 OK 因为呢 这个不是我的 哈哈 这个是 Shelon 老师的 我跟Shelon 老师 第二 我下个月才 我下个月肯定会买 啊 所以啊 我是 卫生 起电 所以我用手 OK 或者是 大家也可以用这个 我们的唇刷 也是可以 如果这只是你的呢 绝对可以直接上 因为呢 给大家看哦 它有一个像 是span吗 不是span 差不多啦 像span这样有点毛毛毛毛 这样的 它是 可以代替唇刷的 不叫span 我懂得叫什么 OK 你是可以直接这样子 涂上去的 OK 所以我先 做了一个打底 也可以 对 如果 大家想要分享在 顾客的身上的话呢 可以 用手 用手就不好了 用唇刷会比较好 等一下微小一点 因为我是自己上我自己 所以OK OK 好我就 打底了之后呢 我就上这个VividBerry OK VividBerry 是涂在我的内唇 当 深色涂在内唇 的时候呢 一点点就够了 对一点点 大家可以这样 他有一个口诀 我忘记了口诀叫什么 冰冰冰棒 冰棒 冰棒 我倒不知道 我在教大家 不是brown 是叫什么 glowing neutral 跟Vivid Valley 我先配一打的 我不知道大家有看到 它的这个效果就是 有一点点像 咬唇妆 然后 如果你要 你的妆 很甜美的话呢 OK 所以你可以配 这样子的颜色 这是走甜美路线的话 对 这个颜色 OK 这是 甜美的 如果 接下来呢 我再试 这个 Vivian Brown 和 Uniya Street 大家给我时间 大家给我时间 谢一下 大家有问题吗 比方 忘记的时候 啊 不要骂 Suzanne 要这样 你没有 OK 来 OK OK 等一下 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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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OK 我用 等一下 我用电脑牌啊 等一下 一 二 三 OK 好 然后你可以拿那两只的颜色 放在旁边 然后你的唇一起拍 对 OK 这是我是帮Suzanne老师拍 大家如果有机会 或者拿到自己的 也建议可以这样子 拿出来拍自己的 OK 来 预备 一 二 OK 可以的 谢谢 现在可以卸妆了 对 现在有问题吗 我们讲得太快了 还是会讲到语无伦式吗 我一紧张 我会语无伦式的 其实我们都在期待着你的那个颜色变来变去 大家都要准备camera了 大家要准备camera 好 我就随便卸了 接下来呢 这个颜色 这个颜色太棒了 如果你是要去dinner的话 也可以这样子涂 然后 去哪里都可以 我觉得这个颜色太棒了 很容易配 我会先用这个brilliant brown来打底 OK 上次的时候 大家不要吓到很像中毒 他OK的 OK 他参了这个红色的过后呢 就很累了 OK 对 他是欧美色 他这个brill也比较像欧美 就是他是适合那种 烟熏妆有没有 烟熏妆 对 很好推 然后呢 嗯 我忘记和大家分享 他上 上色的那个感觉 就是 他不会油 油到 不见掉的那种 他有一点点的 稠 OK 他有一点点的稠 所以他不是像普通的唇 你又一战到那个口罩 就直接不见掉 对 他不会油油 格力格力这样的 感觉上去 他就是 比较保湿的口红 这样子的感觉 OK 好 就再像这个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有吗 那个感觉就 他不是那种 很深的brow了 他就是那种 有点红红的感觉了 所以 配上这个红色 当我们 Brilliant Brow 配上我们 Luminous Rit 的时候就很好看了 然后就可以去 喝喜酒啊 然后 逛街啊 去哪里都适合 对 对 圣诞节过年 对 全部可以用 很显白 非常显白 然后它是那种 嗯 叫什么 呃 纯红齿白 这是我形容它的 纯红齿白 OK 就和大家分享 这两个颜色啦 四款啦 OK 大家可以配着玩 OK 我的分享 暂时到这边 大家有问题吗 有问题可以问我哦 Suzanne要拍照 哦 要拍照 OK 我们准备镜幕 你就拿四只出来了 OK 来 准备 准备 二 三 OK 好 然后一个是 你拍你 摆你最熟女的一面 给看那个feel 最熟女 最熟女 配合你现在这个口红的feel 然后把你拍一张照片 这个口红 对对对对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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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二 三 OK 好 可以了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 OK 好 等一下我按stop 这个focus 咦 发现哪里啊 谢谢大家的 不是谢谢大家 还没有谢谢 谢谢Suzanne Suzanne老师的分享 大家有没有什么疑问 想要问呀 然后呢 如果有的话 也可以在留言区 comment 然后有没有看到 其实我们的口红 我有很多方法可以用 那我也可以加一些 补充 是过去我们 在十月的时候 我们也提早 把Halloween 也不是提到 就是这整个月 我们都在玩啊 无论在KL场 或者在马六甲场 那Suzanne老师 也是在马六甲场的 然后我们也有试 那个颜色 它是真的很适合 而且要画在 刚刚Suzanne有讲 不晓得眼睛可不可以 我有拿来 就是我自己本身 我是有拿来放棉 然后那个brush 我们用同一个brush 有拿来放在眉毛 所以眉毛是有种 好像流血的感觉 可是它又不会到 很恐怖 因为它的那个texture 就有点像 Suzanne讲的 它有那个 什么鬼 I don't know the name 就是那一个 plastic的那一个感觉 怎么样读了啊 Wine Wine OKOK Wine 我要学会啊 OK 所以呢 我觉得这个 还会达到 它的那个效果 看起来就是 整个人 不会很像沉下去 这样 有些人喜欢 MAT 是感觉比较雾面 那这一个呢 它不会到 MAT这么雾面 但是它也不会到 很油 glossy的感觉 但是它就是 可以呈现出 一种在中间 拿你的尴尬 我觉得是 现在的人很喜欢的 OK 所以呢 再次谢谢 Suzanne老师的分享 YA OK 那再来呢 我就要邀请的 就是我们的 下一位的 这个分享导师啦 他太兴奋了 他也说 他也进来说 我也要分享 那大家可以知道 我们的这个口红的 魅力是有几厉害咯 那事不宜之呢 我要把这位 第二位导师 邀请出来呢 在我心中呢 这位第二位导师 他是非常的可爱 而且他很有能力 很有智慧的 他什么东西 都可以变出来的 这个是我对他 最大的表 而且他 做事的时候 认真 玩的时候 更加不用讲 就是我觉得 他做事 是有一套 很Systematic 很好的一番风 就是一个他自己的作风 这样子 OK 所以呢 把时间交给我们的 Bernice导师 Bernice Bernice 你好吧 Bernice Bernice 我们爱你 Hello 大家晚上好 你看到我开心 有没有看到我的 萤幕是Fullscreen吗 现在是Fullscreen了 Fullscreen哦 谢谢 好 然后我就是 稍微补充一点点 然后再生产一点点 新的东西 好 然后我们这个 这个叫梦美 这么好用的 这个彩装品呢 是限量版的 纯获有电 所以大家可以 尽量的去采购 然后同时呢 我们的这个 新年又要到了 聖诞节又要到了 所以他小小个 很轻巧的 可以拿来做成 四份的食物 送给 四位不同的朋友 所以这个也是比较 这个 就怎么呢 他的这个专业的 这个 technique 可以让我们的 这个唇蜜 它也不然很 薄满 好 这个颜色 就是有四个颜色 可以帮大家选择啦 那我想问问大家 大家明天都有在化妆 都有在 化嘴唇啊 最简单的 你不知道你们的 你们的嘴唇的唇妆 是怎么化的呢 第一 就是 拿到你的口红 一 二 三 出门了 OK 第二步骤呢 就是拿你的唇照 一笔一笔 烂烂画的 是第二 打算一或者是二 你平时是怎样去 呃 画你的唇呢 我想看看大家是怎样 画唇的 第二 哇好棒哦 第二 第二就是有很细心的 在甜甜甜 咕咕咕咕 对吗 不看镜子 亂画的 好 OK 我们这个 虽然我们没有看镜子 乱乱画就好了 这个非常的适合 OK 咱们今天呢 我要分享多一点点 就是我们慢慢的话 把你的唇调一调 让你看起来不会笑 你没有笑的时候 你的唇都看来 看起来就笑的 让人家很想亲近你 那我本身的嘴唇是 往下了 如果我不笑的时候 就觉得 你怎么在争气我 不喜欢我 那种这样的feel的 所以呢 我们就要把我们的唇心 改一改 OK 好 我们认识我们的唇形 我们唇在画唇的时候呢 好像你在教画章课啊 或者是老师在教我们画章课的时候 你会听到几个 这个名词的 例如 唇峰 唇角 唇底 上唇跟下唇 所以呢 我们就要认识我们的唇部的 这五个 五个部位 OK 好 我们一个标准的 一个唇形呢 OK 它的左边跟右边的这个盘呢 是属于1 它的比例是1 OK 是标准的 然后中间 这个眉峰的两间中间的 跟这个唇底的呢 它的这个位置呢 大概就是0.8 然后大家可以看看 我们的上唇跟下唇它的厚度 标准来说呢 我们的上唇会比较薄 下唇会比较丰满的 这就是一个唇形 我们看你看 这是一个唇的比例 有些人说 我画这个唇的时候 我想要我的这个唇峰渐渐 M这样 好像MacDone 那点是已经不是标准的了 标准的呢 就是在这一个 我们的这个唇峰这边 它的斜度 大概约10个折度而已 它是这个标准的 稍微一些些的上量而已 然后呢 我们的唇的这个比例 比例我们可以 以上面的这个上唇 大概呢 就是5mm到8mm就好了 不要偶尔像MacDone 这样 大概有提到的就是我们的下唇 我们的下唇呢 是比较丰满比较厚的嘛 所以呢 它的这一个 size 它的这个尺寸呢 大概就是一个10mm到这个13mm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标准的 再来唇形有很多种的咧 唇形这个是 大概的一个 有一个9个唇形 让大家看一看 imagine一下 第一个的这个唇形 我们会叫它做这个 共形的唇形 然后呢 就是有些就是 嘴角叫唇的 这个脸皮 脸不太动了 这边嘴角 这个有点下垂 就是不笑的时候 就是 明明那个人没有不开心 可是就是看到它 不开心的感觉 然后呢 它有一些很丰满的唇形 满满圆圆的 再来呢 就是有这个心形的 比较love一点的 它的那个形状 然后呢 第五就是我们的这个 下唇是厚的 很明显的 上唇很薄 下唇特别厚 它的比例是不对的 它的那个 下唇是over的 再来呢 就是有一些 就是上唇后的 都有 还有呢 一些就是圆圆小小的 樱桃小菊 好像很可爱 这样的 圆圆的 然后呢 有一些人的嘴唇 是特别薄厚的 还有呢 就是一些人的嘴唇 是特别大的 所以呢 唇形呢 就有很多很多很多 可是这些唇形 都没有得改变的 我们就是 伸出来 我们的唇形是这样 可是我们可以经过 我们的后天 后天的来 救一救它 怎么救呢 好 当你们涂上这个 脸部分一页的时候 稍微把你的 唇形要改造的地方 涂一些的粉底 先cover掉你的这个唇 边 接下来呢 你就可以 画出你想要的一个唇形 一个标准 适合你当天装扮的一个唇形 好 我们的嘴巴有很多的唇形嘛 不管你是下唇厚啊 薄啊 下唇啊 这个椭圆形啊 什么什么形都好 我们的一个目标就是 把你的唇改造为标准形 所以我们就要先涂了一些的粉底液 后我们就开工啦 例如你的这个下唇很薄 所以呢你就可以稍微把你的这个口红 或者是你画这个唇线笔的时候 稍微画下面 让你的唇看起来标准 然后呢 这些呃 圆柱形的也是 然后现在呃 圆柱形的就是你的这个 看起来很很椭圆形 没有蓄管 没有那个中间那个唇峰 也是一样的 你可以把这个唇形 粉底液 就是 就是后再画出你想要的这个唇形嘛 如果你是这一个呃 你脚下垂的话呢 你的画的时候 你稍微要 提高这一个呃 你的唇角这边提高 画高它上面丰满一点 你就会 看起来你的唇会比较上扬的 嗯 如果嘴唇太过小的人哦 你就可以把它旁边这边画出去 嗯 嘴唇薄的哦 也是一样的 把它夹到它 然后如果你的嘴唇厚的呢 哎 你要注意 就是把粉底液稍微盖了过后呢 你涂 lipstick的 你画上你的lip stick 或者是lip liner的时候呢 你就不要照给你原本的唇形哦 你要把它 啊 缩小 画里面一些缩小 然后颜色也是图里面 平线 那你的唇呢 就不会看到这么大 再来的呢 就是有这个M型的唇哦 M型的唇也是它是太过的有这个脚位 我们稍微可以呢把它弄这个它的弧度弄远一点 修饰一些哦 即使在忙 还是什么的好 你上班 不需要一个口红 这个口红也是一个礼 也是一个礼貌 所以呢 每个人至少要一支口红在别的 在一个包包当中 不管是这种liquid的啊 或者是lip stick 那种干的什么都好 都不需要有一支 因为这是一个形象 一个image 的 好 看看有什么留言吗 哦 学的老师的是这一个薄薄的 OK好 如果是你不确定自己是怎样的话 你可以拿出这一个尺 当然你的尺是硬的 那种比较软的尺 来量 不然是你可以拿一些可以测量的工具来测量 都可以 嗯 好 所以刚刚我分享的会太过快吗 反正在感情吗 不不及待要把自己会分享给大家 嗯 不会太快 不会太快 那本一小时你今天会有示范给我们看吗 还是还是还是会带着我们还是怎么样 我们要怎么量 可以get down哦 他们有讲可以get down 可以get down 谢谢 要怎么量呢 首先 我们的我们的这个尺哦 是因为我们的尺是硬的嘛 所以可以给我一点点时间吗 所以大家有没有想要知道自己的尺是不是标准型的尺啊 来看一下大家考一下大家觉得我的尺呢 嗯 想学哦 快点去拿尺去找尺如果有尺的然后拿口红 如果有新口红就要新口红没有的话就拿任何一个自己的口红 然后呢 等下Bernice Bernice老师来过后还会讲我们怎么样去量怎么样去打造 OK 如果现在有朋友你可以上去站就可以看到我们自己平时化的跟今天我们学标准的是怎样的 OK Bernice老师回来嘍 嗯 可以用的这一个车啊是比较软一点有点客户啊 有种是Bernice老师的就很难量嘛 所以你你你你量的时候呢 很简单 就好像你做功课 量那个尺寸一样 OK 那你可以用上你的这一个看这个标准的这个 比例 看这个比例 你可以以这边的 这个纯丰的到这边是一份的那个份量 可能一些人说哎我这边量起来不到一的可能是零点几啊等等的 你就跟回你的就是左边右边要对称就是正确的不一定比例是一 然后你的中间这边的这个纯丰的地方呢一定是比 左边右边少一个大概零点多这样子的一个比 OK 所以呢你就可以这样子看着 这个一定是量一下去 啊测量你的唇的这一个 啊 宽度 然后几乎测量这个高度就可以啦 好像我自己本身是 比较小 叫他这边会比较 没有 这个落药被吃掉这样的 所以当我出口红的时候呢我稍微会高一些 如果高一些的时候让你的唇看起来就会比较 上扬 就是这样 嗯 又 哦也会的咧因为你的如果你的脸是在我脸更大个脸 如果我嘴唇这样蜜蜜就很可爱了 所以我的你的脸心跟你的唇心也是会有影响到 啊OKOK好那这个我相信呢这个可能可以做一些我不算是补充但是如果没有错的话 是不是就是说如果啊我们的什么三情无有我们就要大概看那个我们那三情无有是拿来量眼睛跟我们的五罐嘛那可能嘴唇也有一个嘴唇的特定量法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因为刚刚本一讲我们的是啊 啊唇呃唇呃唇自己的唇里面就是那个比例可能他不是准准一定要什么一个cm还是0.8有可能一些人会比较大或者比较小但其实是看脸然后还有overall就是我觉得简单后来讲就是你看镜子 画了妆过后包括放了makeup你觉得你的脸看下去顺嘛就是说顺不是说顺眼不顺眼啊是一定顺眼的就是说会不会很像有一些人他们的呃眼睛好像比较感觉很夸没有放了爱血都很夸然后嘴巴如果是像呃如果不太均匀的比例可能就会像本你讲的什么嘴巴小小个那种啊有点像我这样子OK我这个大家看这个像鱼 你这样子看到吗然后过后上面倒倒个啊就觉得哎这个比例好像怪怪的所以呢就可以看说哎可能他我我这样看吧因为我现在这样看我们两个的脸哦我觉得我们的脸应该都会到我们的眼好像那个什么眼珠正正中央这样就比较OK就可能有些人他们脸可能比较大或者比较宽可能他们就会稍微如果你没有或者是你觉得哈老师我的脸如果嘴巴长这样不是很长不是很奇怪 那我觉得大家可以就是补一补啊然后可以就是爱的折它或者补它其中一个方法咯OK这是我就可以做的补充Bernice你还有什么要分享的吗呃没有了我分还有一个他的盒子他是一格一格来的哦你不是说哎我喜欢红配什么哦他是一个套子的他就是啊这两个比较裸色的且特技的呢就是这样子他用在一个很一个特定的盒子里面 这也是很好做这个圣试的包装使用的就这样放到两支进去还有这边的一个column 对就是也方便携带啦最主要是方便携带而且现在是很流行的那种小肺包mini mini的包你放了你的电话下去根本就是没有味了对呢就出了这个mini mini的这个lips 才能给你放进你的脚背包里面去嗯嗯好 可能我们也可以拿这个其中一个item叫他怎么样变变成包装或者有时候好像他自己本身就有这个包装我觉得我们可以大大三拥啦 你帮一些ribbon都不用做太多的包装那我当然我们可以讲哎这包装很适合很精美但其实已经公司已经帮我们先预先准备好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贴心的OK好 所以呢谢谢BerniceBernice老师的分享啊大家都有收获那个嘴唇记得要量一下拿那个尺量一下所以这个呢也是可以跟顾客或者顾问啊或者曾经上过你的课或者跟你买过的人来分享的因为我们不只是啊单单就是口红啊就是涂嘴巴了我们都知道啊但是我觉得我们在这里好像Bernice老师跟Suzan老师这么用心的分享其实我们可以给一些额外的价值就是一些special啊那个唇要怎样量量啊然后那个脸要怎样看啊 这样子其实我觉得大家都可以用这些话题成为一个话题来跟我们的朋友也好啊或者是我们的顾客顾问重新建立关系的OK好那今天呢如果没有什么问题我看大家都是在现场直接问大家都没有等Q&A了是直接问问题的是不是好那如果知道没有什么的话呢大家我们要不要请大家跟他跟跟大家大家大家跟大家一起拍一个大合照打开你们的镜头OK我现在放fullscreen先啦我要关掉那个嗯 好那我再捏一捏名字啊可以了好那我再捏一捏名字如果要开镜头你们可以开哈MichelleGene跟Chemin如果要的话先拍一张这样是有看到名字一起的预备一二三 再来一一二三 小放这个放大了放大就只有我自己是看到放大就只有四个有开镜头的人但是有看到下面是有写两个来我们再拍有放有开镜头的人姐妹们都会看到你们呢 有一三三一五五三 哦有开了有开了等一下等一下都一次啊 有开了就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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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了 对对来预备一二三 预备一二三 耶 好啦所以呢今天我们的分享就到这里也谢谢Bernice老师Susanne老师还有所有摆摆时间啊就是把时间摆上线来学习的姐妹们 那我们在这里就要跟大家 再次祝大家Happy Halloween 然后呢有个Happy Closing for我们的十月份 然后呢接下来呢就要进入 准备进入我们的十一月 是放假然后 然后还有我们的 投票大学 还有我们的Christmas 大家都在马来西亚吧 所以呢大家怎么样都好 好谢谢Gini 谢谢Semin 谢谢大家 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啦 拜拜晚安 你呢